画面中的救护员用力拉开扭曲变形的车门 车上四人受困都失去生命迹象 不久终于把受困后座的老妇人救出送医 四个人受创严重急救无效 这样小客车当时被从后方整个追撞 导致整个左后方全部凹陷 驾驶他也是说前方客车突然减速 然后他闪避不起追撞上去 原来当时小客车行经国道3号南下燕巢交流道前 疑似车速放慢 后方三辆游览车前面两辆都及时闪避 第三辆却反应不及撞上 驾驶十分自责 游览车上16人全毫发无伤 却造成轿车内奶奶叔叔跟孙子三个人 以及一名料姓老妇人全丧命 他们来自南投跟台中 家属接获2号赶赴医院 家属伤痛难耐 刺激志工前往协助 他们那个救护车 我们就把他们送回去 然后联络我们台中那边的师兄师姐 跟他们再接力的关怀 中部高雄志工接力关怀 要给难以承受的家属支持的力量 大约新闻 陈一珍 郑瑞萍 高雄报导